游乐园的入场券 大人一人四百元 儿童一人三百元 一家族十个人去游乐园 总共花了三千五百元买入场券 请问这家族有几个大人 几个儿童 这是一个基督同龙的应用 我们来试着用基督同龙的概念来解看看 首先我假设 我全都买儿童票 这样我要花多少钱 儿童票一张三百元 假设十张都是儿童票 总共是三千元 可是实际上花的不止三千元 实际上还多花了多少 他实际上花了三千五百元 所以实际上还多花了三千五 减掉三千 多花了五百元 同样的道理 这里有多五百元 我摆在旁边 儿童券不会比儿童券贵 儿童的钱不会比儿童的钱贵 大人的钱才会比儿童的钱贵 所以贵出来的这五百元 绝对都是为了买大人的票才多花的 那一张大人的钱比一张儿童券贵了多少元 大人一张四百 儿童一张三百 所以一张大人比一张儿童贵了一百元 一张大人票贵一百元 几张大人票可以贵出五百元来 我是不是把五百元除以一百元 我可以发现是贵出五张大人的票 我把它加起来 三百加一百都变四百 所以我大人票会有五张 那儿童票 十个人减掉五个大人 剩下的五个就是儿童 所以这家族有五个大人 五个儿童